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小光的ROBOTS廁所塔房 沒有錯 今天看到這一集呢 是一部要跟大家道歉的影片啊 抱歉 對不起 我們這個 昨天啊在拍的死神啊 其實是沒有催眠啊 這個 我跟我的好朋友啊 完全呢 這個 誤解啦 對 誤會啦 真的是一個烏龍一場啊 真是太 太 太尷尬 啊 我要找個東西 我要找個地板鑽進去啊 竟然會犯出這樣的錯誤啊 真是非常道歉 真是非常抱歉啊 其實是我們的吸血鬼 這隻才有這個 催眠的這個效果啊 對 沒有錯 今天呢 我們要來補拍這個影片啊 那因為我們既然是要道歉嘛 所以我們要露出 不是啊 我們道歉要有誠意嘛 不能露出胸部 因為我們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影片 所以呢 我們昨天的影片啊 死神的那部影片 只要大家有留言哦 我們不看觀看數 只要呢 呃 觀看數跟喜歡數都全部免除哦 只要有去留言哦 就有機會抽獎好不好 那邊的獎項呢 就等於哦 下次直播的時候就是直接送出哦 那各位呢 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測試一下 這隻吸血鬼哦 後來我們查過呢 這隻吸血鬼它有 有5%的機率可以這個 催眠所有的單位 但 前提是 他說這個 戰鬥的這個 單位呢 他的戰鬥力要只有 100萬以下的廁所才有辦法 什麼叫做100萬的廁所以下呢 就是血量的基準值是100萬 然後再乘以他的這個 速度哦 所以等於說 100萬以上的這個 血量 就催眠不了了嗎 天啊 那這隻吸血鬼 吸血鬼 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很後期哦 所以後來呢 我決定哦 這次配出這樣的單位哦 我們一樣是放出40隻的這個 吸血鬼 camera man哦 但是呢 我們有放40隻 而且 我們現在全部都帶 閃光的單位哦 大家看到沒有 我們這邊 把所有閃光單位都拿出來了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伺服器呢 是有辦法把這些閃光單位叫出來哦 但是在現實中 不太可能啦 對 沒錯 那我們這邊呢 40隻哦 神話的吸血鬼 哦 有18萬的攻擊哦 但是再加上我們的DJ電視哦 他有28%的這個傷害加成跟冷卻哦 所以加起來是56% 哦 56 多了6%哦 那我們這次再放個 呃 我們 改放廚師電視哦 我們看到他這個緩速100 還蠻想看看緩速100能幫我緩到什麼程度哦 然後再放個 呃 民營電視人幫我們這個把我們的單位呢 全部訂5秒鐘哦 再用我們的這個泰坦粉絲把它吹回去哦 再放一隻時間哦 暫停好不好 大家這次我們非常完整哦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 呃 黃金未來時鐘人只能放一隻哦 呃 那泰坦 泰坦粉絲應該也只會放一隻哦 那我們的民營電視人跟緩速單位因為 你看他的緩速只有45哦 45的範圍 所以其實我可能會放個兩三隻以上吧 然後我們的主要呢 還是要看我們的Bombaya 我們的這個 呃 吸血鬼 40隻 到底能打到第幾波哦 呃 我這樣看起來是要打到150波以上是有點困難哦 大家可以來 下注看看你們覺得有辦法到第幾波哦 但是我一人難度打40隻以上 搞不好150是有可能哦 而且你看 他攻擊力是18萬 雖然沒有範圍傷害哦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今天是在一個完全沒有跳過的狀況下 慢慢打慢慢打 搞不可以 搞不好可以超過150哦 有沒有可能啊 各位你們就在下方下注哦 那我們今天呢 啊 影片 好啊 我們就降低標準 只要4444觀看 欸等一下 這樣好不吉利哦 3333觀看哦 欸對 我們是道歉影片 所以我們觀看數就直接拉到最低哦 呃 跟 這個 200個喜歡就好 好不好 這兩個 當 欸這兩個只要達到其中一下 我們片尾會再抽出這個單位給大家 那我們這次呢 額外啊 道歉影片 額外贈送5個名額哦 就是直接免費幫你們抽 欸幫你們簽3隻 你們喜歡的單位哦 抽這3個名額出來 欸抽5個名額出來 然後 大家到時候 呃 這部影片呢 只要達標我們就來抽獎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 事不宜遲 大家趕快在下方下注 你們覺得 吸血鬼40隻 搭配這些 很完整的 呃 朋友們 到底有辦法打到第幾波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測試囉 Let's go 嗨各位 我們現在第一波呢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 吸血鬼先放出來哦 吸血鬼放出來的時候就有6000 然後一秒鐘的冷卻時間哦 不過我想說他的這個戰力100萬以下的才能催眠 感覺好像比黃金未來時鐘或極限時鐘 他們的這個門檻還要還要少耶 所以到後面他可能連催眠都催不到哦 沒錯 那我們現在看他打起來好像 蠻快的 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兩倍數哦 好啦 那我們現在開始 擺放我們的吸血鬼啦 嗨各位 我們放好40隻了哦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啦 他keybar是 小的 非常可怕啊 非常的好放 這隻角色呢 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個DJ電視啊 你是絕對擺得滿超過20隻以上哦 所以 這一隻催眠單位前期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強的角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啊 一隻角色600塊 我們召喚一隻下來之後 升級一下呢 只加1000塊 1600塊 1600塊 4600塊 4600塊加4500 哇 那大概是 9100 大概2萬左右啊 一隻角色大概2萬就可以升到滿 然後我們現在因為加了DJ電視 所以現在是229500 打一下 222萬啊 基本上已經直逼我們沒有加DJ電視的這個量子攝影師了 然後冷卻時間0.7秒 射程是70啊 哇賽 70 已經 跟我們的黃金回來時鐘有點接近了 我們黃金回來時鐘是這個 100的範圍啊 這看起來是有點給他可怕 然後我們給他放個 這個 明英電視人 幫他們前期啊 擋一下有沒有 幫他們這邊前期暈一下 不過我們的明英電視人他本身其實有點 有點容易暈啊 沒關係 好 我們就先給他放起來 然後 我們的 廚師 廚師也很容易暈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放一下 你看 目前廚師 可以打到的範圍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一圈呢 就交給這個廚師來打 然後這邊呢 這個範圍也放個廚師啊 有沒有 這樣子就兩個範圍 這一條路線全部都有廚師在幫我們緩速啊 這邊我們再放一隻 泰坦粉絲啊 啊 泰坦粉絲不需要DJ電視啊 他只是負責幫我們吹 有沒有 哦 這次就很完整了 這邊兩隻兩隻 然後 加一張 加一隻我們的 這個 泰坦粉絲把它往回吹啊 然後呢 我們最多再幫你放一隻 好不好 黃金未來時鐘人 我幫你升到滿 好 謝謝 黃金未來時鐘 他只有一隻啊 所以他的催眠效果肯定沒有到 這個 我們這邊的吸血鬼那麼多啊 好 各位 你看我們現在擺這樣子 請問你們覺得有辦法到第幾波啊 好 現在已經來到第十九波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吸血鬼快速升滿 來各位 我們把所有的 這個 吸血鬼全部升滿了 為什麼吸血鬼升到最滿的時候 會戴一個 這個西裝帽啊 看起來很像 很像草帽魯夫有沒有 我覺得啊 各位到後面啊 其實我們根本不用看這個催眠效果 我們根本是戰鬥力碾壓啊 這個兩萬 一萬的DPS啊 呵呵呵 再加上我們這邊 有這個 風扇 然後 迷音電視人幫我們 顧這兩個位置有沒有 好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小盲區啊 我們再幫你補一個 最多再幫你補一隻啊 再補一個盲區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邊 搞不好也有盲區啊 我們再幫他補一隻 廚師在這個位置 好不好來 你看 這樣子到底要輸什麼 這樣子沒有一百五十波我是不信啊 應該可以吧 應該行吧 大家你們覺得嗎 有沒有辦法一百五十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啊 我們已經完全不看催眠了 呵呵呵 我們三十三波現在這個 單位走進來 就是直接死亡 來各位 現在來到第五十七波 我們把倍數開到三倍之後呢 我發現 它這個打起來的聲音還蠻舒服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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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昨天的那個死神 吵的鑰匙不一樣啊 這個是可以打開聲音的 然後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現在的血量只要不到一百萬的 被吹幾下很多的 就莫名其妙就 誒誒總 轉回去要撞 撞人啊 你看這邊已經有一隻 被我們吹眠在這裡了 所以目前呢 到六十一波喔 他們的這個血量 只要沒有達到一百萬以下 欸 在一百萬以下的 全部都是可以被吹眠 就算沒被吹眠 也會被我們這二十 將近二十五萬的一隻的這個 攻擊啊 垂爆 然後我們這邊 更何況還有四十幾隻啊 四十隻啊 這個垂起來實在是有點太爽了 OK 現在很快的就來到六十四波喔 那我們繼續加速啊 我覺得到一百波之前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可是 到一百波之後可能 血量都超過一百萬 那他的催眠效果可能就沒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到一百波之前啊 我們先從九十波開始看起啊 從到九十波之前呢 全部都是三倍數的全程跳過 打到九十波之後發現 開始有點危險 但是我發現 非常可怕的是 我們雖然說是一百萬以下 不會被 一百萬以下才能被催眠 但是我發現他好像 催眠的程度 好像超過一百萬的也能催眠啊 就像我們當初的這個未來時鐘人 他的催眠能力 一樣強啊 喔 這隻沒有被催眠 直接被我們打死啊 OK 我們這個吸血鬼很可怕 剛剛 可以在全程跳過三倍數的情況下 一路這樣催到九十波喔 我是覺得 這隻角色 他的催眠能力 還是非常的可觀 而且再加上我們這一隻 是閃光的單位喔 閃光之後 攻擊力已經來到二十幾萬了 沒有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啊 DJ電視再加閃光 哇 這個攻擊力加了不值 不值多少了 相當於我們已經放了八十隻的這個 吸血鬼在這個位置喔 哇 這打起來 很痛很痛 非常的痛啊 泡泡泡 喔你看還是被催眠啊 九十二波了 可是那可能是他血量本來就不多吧 你看 對他血量並沒有很多 而且在我們攻擊力增加之後 有沒有可能那個一百萬以下的那個條件 會被再拉高啊 而且如果是垂了兩下以上 他是用疊加的方式去算的嗎 還是每一隻極限就是到一百萬以下呢 目前看起來是兩百萬以上的血量 還是照樣被我們錘掉啊 好我們繼續讓他自動跳過好了 看起來 喔一波一波打已經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的吸血鬼了 你看這個速度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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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瞬間血沒了 不是被我們錘死的 而是瞬間被我們催眠的即死狀態 哇賽 這隻我覺得還比黃金回來實中的更容易催眠喔 喔唷喔唷喔唷 打起來打起來 九十六波 看看 好像可以關起來了 先跳到這邊就好 這邊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但我們一催眠下來 全部都回家 全部回家全部回家 喔這個兩百萬的 你看都回家了 這是兩百萬嗎對吧 這是兩百萬嗎 但是我們到一九十七波 應該已經要到千萬了吧 照理說是要到千萬 哇賽 好我們到九十八波了 輕輕鬆鬆的到九十八波 OK 我們這樣的組合 不打到個150波 感覺真的是有點說不過去 除非後面真的沒辦法催眠了 就真的要靠武力來攻擊 OKOK 哇 我們閃光單位呢 每隻身上你看 它都會帶有一點點 金色閃光有沒有 金色的閃光 這邊發亮 這隻也有 我們這邊也會有一些效果喔 粒子效果 每一隻都會有這種 你看 只要有 這個閃光單位 才會擁有的這種 金色發光的感覺 OK 現在來到一百波喔 我們還是可以 自動跳過喔 這邊 這邊的血量 就算兩三百萬 好像照理說 還是會被我們直接 吹回家 OK可以 來吧 我還是不太看 看不太懂它的力量 一百萬到底是 它說是基礎血量 乘以 這個 速度喔 到底是速度 速度變快的話是 喔我懂了 速度變快的話就變兩百萬 三倍速的速度就變三百萬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只有0.5倍的話 那它就不會被催眠 或許是這樣子喔 但我目前看起來 一百多波了 沒有一隻角色是扛得住的 都還是會被催眠喔 OK目前看起來全都是被催眠的狀態 好我們 我們用綠色給它跳過好了 來來來 跳到我們沒有辦法 開始催不太動的時候 我們就 彎掉自動跳過 到目前你看 全部都是能被催眠的阿 這隻就算沒有用閃光 肯定也是很強喔 喔喔喔喔喔 催起來 我們這邊還有緩速100%阿 我們的現在廚師是緩速100%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 很容易暈 好糟了你看 現在107波 我們要關掉這個自動跳過了 讓它慢慢慢慢去催眠喔 應該是可以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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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護盾值只有8阿 可以嗎可以嗎 催的 催的回去嗎 催的回去嗎 OKOK 剛剛有點貪心阿 放了三四波出來 現在看起來是還有辦法的 而且我還有這個時間暫停阿 我留了20秒給這隻 這個 這個組合阿 來 開個20秒 看它的催眠效果如何 這隻不用催眠的 哇 看來剛剛那隻血量 超過了這個戰鬥力100萬阿 喔可以過了 喔 這看起來它這個限制呢 就不是全部的單位阿 就跟我們黃金未來時鐘還有極限時鐘一樣 還是有單位是吹不了的 大部分的單位都是能催眠的了 你看 Michael Jackson直接回頭阿 Michael Jackson是最容易變心的 他的 他可能是速度很快 所以你看 他速度越快 然後再加上他的機組血量 所以他就 他就達成了可以被催眠的 走的慢的都不會你看 你走越快越容易被催眠 喔 110波阿 所以這個催眠單位 雖然 好像只能催眠百萬級的 但如果是有一些 減免傷害百萬級的 我們可能打 打他傷害 20 22萬 23萬 一秒鐘 但是被扣完減免之後 可能被扣了一半 只剩下10萬的攻擊 這時候的這個催眠呢 就會相當的好用阿 111波阿 各位 那我們再跳個10波 加速 各位來啦 我們現在來到第120波了喔 目前感覺得出來 我們的 這個 棒棒阿 吸血鬼呢 到這邊 開始就有點困難喔 有些走的比較慢的呢 他就有點沒辦法催眠喔 我們幽浮廁所 的確也是沒有辦法催眠 不管是哪一隻 應該都是催眠不了他的 喔 作者還是有做這個 防護措施阿 你看像我們這隻廁所2.0 在我們的 之前的這個 催眠大隊裡面 是可以被催眠的掉 但在我們的吸血鬼這裡呢 他只能用戰力把它打倒 看起來 南瓜也是阿 南瓜在我們的 當初在用黃金未來時鐘人阿 極限時鐘阿 還有 神話未來時鐘人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帶回家的 看這裡 看起來就是單方面垂他 因為 看來是我們的這個 戰鬥力已經高於我們 可以催眠的對象阿 喔 所以我們的 班白亞呢 他的催眠是有極限的 而且極限還來得比較早 他的極限大概到 110波120波之後 他能催眠的單位就變不多啦 能選擇的 能選擇催眠的單位就變不多了 不過我們的攻擊力還是相當的可怕 喔 我們平均一隻大概25萬 這邊有40隻阿 大家算一下 大概一隻呢 25萬 平均阿 平均大概25萬 4隻就有100萬嘛 那我們有40隻呢 那就是 大概1000多萬 不只喔 呵呵呵 大家算一下阿 數學好的算一下 大家可以再算一下 然後 目前看起來是 123波 就已經開始有點不舒服了 因為我們這個單體攻擊 如果 如果他沒有辦法 把這些血後的單位給催眠阿 那他就只能靠錘 或者是我用時間暫停 然後我時間暫停 只有待20秒阿 所以對我們的吸血鬼來說 也是相當不公平 喔 我覺得 就等於這邊是放量子阿 放量子攝影師阿 OK 來 錘起來 現在目前一秒鐘 應該是可以打到1000萬阿 這邊 保安廁所很容易被我們催眠 因為他 他是一個速度相當快的角色阿 然後血量也不到多 但是他有減免傷害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還有幾百萬的角色 就代表說 他們是用減免傷害 這時候呢 喔 我們的 催眠單位就好用阿 因為 減免傷害很難打嘛 但是我們 直接把它催眠了 就沒有這個問題阿 OK 直接催起來 很好很好 來我們再跳波一次 現在126波應該是可以跳的阿 因為這些快的角色應該很快就會被我們催掉了 好 我們可以開到這邊有血厚的波式喔 南瓜 喔 南瓜有夠難打 完了 這南瓜有點多隻阿 太多隻南瓜了吧 如果這時候按時間暫停 是好事嗎 好像不需要按到時間暫停 OKOK 這幾隻血太厚了 我們的沒有AOE阿 我們如果不趕快快速把前面的單位幹掉 後面的都不會扣到血阿 OKOK 一隻一隻的慢慢殺掉 一隻慢慢殺 阿慢慢慢慢打 哇 這150波看來是有點困難阿 吸血鬼 血在 欸攻擊力在後 但是他就只能打單體阿 這個時候我們的量子攝影師可以打全體 就比較有優勢阿 欸可以可以可以 垂得過去 你撐得住 你撐得住 有有有有有 他有些還是有被我們的其他單位打 打到阿 你看還是有在扣血阿 但是我們最主要的傷害沒有打在他身上 127波 來跳波跳波 這邊一堆Michael Jackson 好 跳一波就好 所以現在不能跳太多阿 跳太多呢 就是自絕墳墓阿 可以現在128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血厚的單位 再跳一波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129波 看有沒有血厚的要走出來 讓我 讓我把你們直接送回家 喔你看這催眠 還是很強 你看 大部分的廁所還是會被我吹掉阿 這邊的廁所還是會被我吹掉 但是目前是因為120波阿 血量 這是5000萬嗎 5000萬也被我們吹掉耶 水 他的戰鬥力100萬到底怎麼算的 各位你們知道怎麼算嗎 我是看不太出來阿 像130波 我們兔子差不多要出來了 好 等我們的兔子出來 兔子 兔子勒 兔子王怎麼還沒有出現 阿完了 這邊血超厚的 兔子王超快 完蛋 兔子王好像沒有辦法被催眠 但是我們打得他也打得很快 各四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三億阿 三 三點二億阿 那我們一秒一千萬槌 應該還是很快阿 有有有 他的血扣很快 走快一點走快一點 對對 走在我們的時代的尖端 就可以被我們的吸血鬼直接融化 我們就像巧克力融化一樣 慢慢的把你們給融化掉 這邊的廁所2.0 DJ2.0血太厚 而且人太多隻阿 喔有一隻 被我們催眠阿 OK 看來 要準備按了嗎 要準備按下去了嗎 感覺關鍵時刻是走到這個位置阿 好 如果到這個位置阿 我們還沒有把所有的單位給融化掉 就開時間暫停 哇 一百三十一波就得開時間暫停阿 好吧 開一下時間暫停也好 總比沒開的好 OKOKOK 吹吹吹吹吹吹吹 完了 完了 不可能吧 沒理由在一百三十一波結束這個遊戲阿 沒理由在一百三十一波結束這個遊戲阿 不能不能 垂起來 加油阿 吸血鬼 吸血鬼加油 OKOKOK 一百三十一波 有機會過關 有機會 垂掉垂掉 有有有有有 哇哇哇哇哇哇 下次我們要早點開阿 到這裡再開好像有點太晚 一百三十二波 比我們昨天的死神 再更高阿 各位我發現冰架廁所超容易被我們這個 催眠阿 冰架廁所的血量肯定沒有很高阿 OK 我們現在來到一百四十波喔 剛剛 手劍 開了一個 大概兩個跳過喔 因為我看冰霜廁所已經被我們 被我們催眠成這樣了 所以我就直接開下去 結果後來發現 喔一百四十波有點難扛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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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被我自己玩死阿 OKOK 加油加油 哇 允航廁所 一百四十波感覺好像會爆阿 哇 不要阿 我的 我的電視 我的這個 時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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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百秒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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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會吧不會吧 欸欸打得掉 這邊打得掉嗎 這邊打不掉 我記得這隻一百四十波的 我看過他被催眠過阿 完了完了 行不行阿 四十三秒 催眠一下這隻 把他催回家催回家 我記得這隻曾經被催眠過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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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四十波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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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w moments later 嗨 各位 總共140波我們又回來啦 這一次給他一次挑戰啊 我們剛剛跳太快了 我們這次讓他所有單位呢 都打完的情況下 再來打一次看看140波喔 OK 現在140波到底有沒有辦法通過呢 剛剛那個140波 到底是不是因為失誤喔 有時候 手 手殘啊 現在是三倍數喔 我們可以調回兩倍數對不對 應該不用嘛 三倍數感覺還行喔 目前 這個隕行廁所打掉了 兩隻 還有兩隻隕行廁所 看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140波 如果剛剛 欸 完全吹不出傷害來 什麼情況 欸 有了有了有傷害有傷害了 喔 護盾值啊 護盾值啊 打掉他護盾值 喔 他又開始用那個 護盾整個防禦無敵啊 欸 我記得這個 這隻角色在其他 什麼 極限單位 是可以催眠的掉的喔 喔 我們這隻催眠不掉他啊 141波啊 a few moments later 看來就是這裡了吧 155波也太多怪物了吧 完了 壞新廁所 我覺得 該開一下時間暫停了 感覺我覺得開時間暫停也沒有用啦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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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擋不住啊 太多啦 什麼 各種BOSS都來了 155波 155波太硬了吧 好好 這邊打死一隻啊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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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飛機 呃 運航 打不贏啊 這打不贏啊 這什麼打得贏啊 全部都好幾億啊 6億 6億 5億 7億 打不完啊 完蛋 太快了吧 兄弟 你們跑太快啦 哇 155波 NO 可是很強啊 扛到100 150波了 哇哇哇哇 行不行 小不小喔 哇哇哇 欸欸欸欸 兔子可以 兔子打得掉 兔子打得掉 其他打不掉 哦 這邊打得掉耶 難道說 難道說不會輸 呃 不行 他們走到 他們走到 死亡交界處了 再開個時間暫停 哎呀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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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來 他們那邊的 全部都打那一隻啊 只有我們的黃金塊時鐘在敲他啊 幫忙打一下啊 這邊很需要你們的幫助 完蛋了 謝謝大家 155波 呃 呃 總共153波啊 哎呀 大家有猜對嗎 總共打了兩個小時 呵呵呵呵 好啦 這以上就是我們測試吸血鬼的內容啊 哦 我們放了40隻之後 總共打了153波啊 哇塞 吸血鬼到後面根本基本上 完全沒辦法催眠啦 所以基本上呢 這隻的催眠單位到後期啊 是沒有辦法派上用場的 而且你們只有20隻 我是放了40隻啊 所以才打到150波啊 如果我沒有放到 沒有放到40隻的話 可能大概100多波的時候 就準備要 回家種田啊 呵呵 那我們這次也是非常抱歉啊 我們測錯這個單位啊 這次終於測對了 但是好像也沒有辦法 突破險境 啊 超過169波啊 對 那大家你覺得還有想要看到 測試什麼單位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啊 今天只要達到 3333觀看 跟200 200個喜歡 我們就送出 一隻泰坦粉絲 兩隻艾文 三隻故障攝影師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要送出的單位 還有五個簽名啊 對 五位 五位簽名啊 抽出五位可以簽名的人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下 訂閱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 坐下 步驟 defi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